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不耕情深的事后 今天我们继续讲 C.S. Lewis, 努益斯的书的推介 今天要讲的书就是《如此基督教》 它有其他版本翻译成《反扑归真》 但它的英文是《Mere Christianity》 作者, C.S. Lewis, 努益斯, 出版 1952 年 它的版本有多个 这个《Mere Christianity》 无论它怎样翻译也好 其实它是想说出 究竟, 基督教如果是假的 一点都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但如果是真的, 无限重要 但唯一我们要知道的, 它不会是中性 不会又重要又不重要 这个《Mere Christianity》 其实是努益斯的一本 1952 年的神学书 而 C.S. Lewis 改编自 1941 年至 1944 年期间 在牛津大学期间 举行的一系列 BBC 广播的谈话 当时努益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牛津大学任甲 而他受到英国广播公司 宗教广播主任的邀请 他阅读了1940 年出版的《痛苦问题》这本书 而写成今次我们这本的《如此基督教》 在本书后期版本的序言中 努益斯描述了 他希望避免有争议的神学学说 而是专注说究竟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 而他成功地使用简洁简单的言语 他的影响也非常广泛 也影响到很多不同类型的受众 1941 年8月 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7点45分到8点钟 努益斯以一个题目叫《对语错,宇宙意义的线索》 为题的现场演讲 这就是成为这本书的第一本书 后来努益斯就一个议题 叫《基督徒相信什么》 去进行了下一组的会谈 在会谈当中仍然很受欢迎 由于当时他同时也在发行 《Discutive Letters》 也相当成功 所以努益斯的出版商很高兴 将其他广播谈话作为当年的书籍出版 而具有风刺意味的 原来在1942年的秋天 在第三轮的会谈中 从15分钟缩短了10分钟 缩短到10分钟 由于沟通有点不妥 所以努益斯准备了15分钟的材料 而最后竟然将它剪裁成为下一本书 即是《Mare Christianity》 亦增加了几个篇章 在第四轮的会谈中 直到1994年才举行 努益斯在今次的会谈是非常重要 因为当时仍然在第二次的战火时期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他里面大概有什么内容 他在第一节的核心 就是说道德论点 他的基础就是说道德论点 即是对与错的规则 他认为这是所有人 都是可以得识和得到的知识 努益斯认为道德论论 是不同于科学规律 因为科学规律可以被打破或忽视 而且是直观的 而不需要通过一些特殊的处理 但是在引入道德法之后 努益斯认为 譬如口渴的人 反映了他需要水的事实 但是陈世的经验 不能够满足人类对快乐的渴望 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满足这种渴求 即是说如果上帝不存在 人类就不能知道渴望究竟是什么 另外他又提供了有神论 努益斯认为 犯神论是不连贯的 无神论就太简单了 而最后他就来到耶稣基督 他就缓引了一些人所周知的论点 努益斯认为 耶稣自称是上帝 他用逻辑来推进了三个可能性 要么就是耶稣真是上帝 要么就是他故意说大话 或者他根本不是上帝 但这本书他就一步步的层层推论 他就说到最后那两个推论是不成立的 因为他与耶稣的性格不一致 而接下来第三个探讨问题 就是说到从基督信仰里面产生的伦理学 即是基督教的伦理学 他就举了四个优点 就是这些伦理学里面是非常谨慎 正义、节制和坚忍 而之后他又进入了三个神学的美德 在当中我们会发现希望、信仰和慈善 而努益斯他还解释了道德三个层次组织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本身的动机和态度 以及对比鲜明的世界观 努益斯他还说到社会关系和宽恕 性伦理、基督教婚姻的信条 道德与精神分裂之间的关系等等话题 他还写到最重要的就是说到罪 他来说到罪其实是骄傲 就是一切邪恶和反叛的根源 究竟他怎样说呢?自己看 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 基督教要求一个人 仗爱自己一样去爱你的律社 他指出 所有人都要无条件去爱自己 即使一个人不喜欢自己 其实他也会爱自己 于是他写到 基督徒也必须将这种态度 施予旁的人 即使我们不太喜欢他们 但我们也要尽力实践这个教导 而这本《如此基督教》 原来在文化上有很大的影响 而当时努益斯所说的说话 几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 邮吉尔的声音一样广为人知 而这本《如此基督教》更成为 现传最受欢迎的福音派作品之一 然后我又跟大家引述一下 当中一些句语 让我们可以深入思考 但记住 我的翻译版本未必是最准确 请大家看看以去英文为主 信仰是当你接受的时候 自然就有你坚持理由的一种艺术 儘管你会有情绪变化 宗教就像战争或其他一切事物一样 你在寻找它的时候 是不会感到舒服的 一个骄傲的人总是看不起很多人和事 当然如果你一直看不起他们 你就看不到一些在你耳上 在你知上的东西了 如果有人想获得谦卑 第一步 就是意识到要意识到自己 是一个骄傲的人 不要这么复杂 根据我的经验 现实通常是很奇怪的 他不是齐齐齐齐的 不是整洁的 不是明显 更加不是你所期望 为什么上帝会给人 给我们自由意志呢? 因为虽然自由意志 有使人成为邪恶的可能 但同样也是唯一能使人 值得拥有任何爱 良善或者快乐的可能 你以为你会被造成一个 好像小的拼叠画一样吗? 但神却正在建造一座宫殿 他打算自己在宫殿 或者宝类里居住 来往 即是说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的人生 不单是一块无意义的拼图 而是神乐意与我们共度人生 道德律 或者人性的定律 不单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事实 就好像引力的定律 是简单到 好像一件重东西 咚一声 堕落的简单 聚落的简单 另一方面 它不仅仅是一个梦幻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能摆脱道德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大多数所说 或是思考的 便会沦为无溪之谈 即是努益斯想强调 人的道德规范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 努益斯亦想强调 上帝对每一个 他所创造的人 十分十分重视 在这里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警告你 你正在着手做一些事 他会把你带走整个人 即是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不是那些杀杀杀杀杀 是预认了全人去委身上帝 今天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到 我们下期见到